我们的认识过程喔 还蛮有趣的 因为那时候我就在 就刚进了火把嘛 然后就几个比较认识的人 就在Facebook上面 看到一个很像Volvo的人的 的File之对 我想说那应该就是Volvo了 我就加了它 那时候我是觉得很奇怪 就某天晚上突然有一个姐妹 就加我Facebook 然后我也不认识 然后所以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也没有马上加 那是后来刚好有一天在教会 碰到 然后我就也是之前没有认识 不认识嘛 然后我就去打招呼 就询问一下 没有想到他马上就说 他不认识我 他没有加我Facebook这件事情 那我后来当天晚上 我就回家 回家的时候就证明给他看 说是他先搭上我 我很记得说 我第一次真正跟他真的面对面认识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一种程度 对 可是我又发现说他不管在小组或在教会 他又是这么的尾声这么的顺服他的小组长 我觉得这个人是很不可夺得的 所以我们就进入一个交往的状态 在我生命中一个很特别的信仰的经历 应该是在我妈妈身上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是就是cancer的末期 然后要准备住进安宁病房 妈妈一直有一个希望 就是她觉得说我要在准备嫁给她之前 要至少要看过她的家人 和她在美国的环境 所以我们就趁妈妈状况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回到了美国去探讨了她的父母 这样子 那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是神的安排吧 就是在我美国 我刚到美国第二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我妹妹的简讯 就说我妈就就就过世了 其实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非常震惊 因为我觉得说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曾经长辈带我去算命过 她就说妈妈 我跟妈妈的缘分不高 所以可能会看不到我妈妈的最后一面 那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就像很祷告说 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发生 那主很深切的跟我说 她说这个是撒旦的轨迹 你不要掉入陷阱当中 她叫我真的是擦干眼泪 然后她很确信的告诉我说 妈妈已经就是到了她的身边 所以我就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平安 后来我才知道说 在我美国这段期间 秋良姐还特别 算是代替我 再去探访了一次我的妈妈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妈妈就很受安慰 就马上帮她做了绝制祷告 所以我很相信 我当时像很祷告神 跟我说的这句话 是很真实 很确定 在教会中我有几项服饰 那像是社青的牧羊的小组长是和翻译同工 这是比较台面上的服饰 我很喜欢也很享受戴社青小组 那在小组的过程中 真的和社青的弟兄们彼此有生命的连结 我目前现在是招待小组长 然后自己就是在敬拜部当古典歌手 还有在示班服饰 那我很喜欢服饰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恩赐就是在音乐上面 所以我觉得我的服饰就只是把神给我的恩赐 我回归给他 婚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已经是相约在教会 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 因为我知道说 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每天黏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说他一定在教会 我也不会觉得说他会去哪里爬爬灶 他也知道说我有忙的时候 不是工作就是在教会 所以我们两个人给彼此一个很大的信任感 就如同盛吉里讲 两个人还是总比一个人好 不管是你在开心的时候有人和你一起分享 那你在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你旁边 那你除非特殊状况 不然还你晚上吃饭 都有一天陪你吃饭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你这样